《纳妾》又称娶妾、填房 妾字为惠义字,从心从女 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古代行刀 表示有罪、受刑 下面是女字,何而表示有罪的女子 而有罪之人即沦为奴隶 可见妾一开始就是非常卑微的 在中国古代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或纳戒制 但是,平民大多都是一夫一妻制 如今,中国法律实行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但是,回到古代就不一样了 有钱的男子三妻四妾属于正常现象 当然,正妻一般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 那么,古代男子真的可以随便纳戒吗? 具体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纳戒后,妾的社会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谈到妾这一类女子 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殷州时期 而且随着封建阶级制度的发展 男子关于妾的选择更加严格规范 而妾的从属地位也更加固定 直到封建地质被推翻 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之后 纳戒便开始受到了大家的鄙视和谴责 因此人们才逐渐秘迹了纳戒制度 在中国古代,关于妾的称谓有很多 比如测试姨太太等等 这类女子相当于和男子达成了一种婚姻契约 和正妻有所不同 那么,历史上哪一类人纳戒最多呢? 当然是皇帝 但纳戒不仅仅是皇帝的专属权利 在民间,纳戒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们熟悉的著名之日李白也是妻妾成群 据记载,由于他自身性情豪放,好久好色 以至于他曾四次娶妻,妾的数量更是难以估计 不仅仅是李白 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诗人文士都是妻妾成群 让人惊讶的是 在明朝时期,关于纳戒还有着特别的规定 如果40岁以上还没有子嗣,就必须纳戒 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延续交火是历代人们遵循的补训 当然,这个规定也给很多人提供了纳戒的便利 让纳戒成为了堂而皇之的行为 纳戒也是要花钱的 一般选择纳戒的都是那种有钱的大户人家 或者是关幻者家 如果是穷姑百姓,连自己都养活不及 还有什么钱财纳戒呢? 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纳戒可以说是少数人的权利 然而,纳戒和举姬是不一样的 她称不上是一种正式的婚姻 戒也不属于南方的正式配偶 即便如此,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首先,则是说媒人在两人中间说和 说妥后,双方最终签订契约 相当于一种买卖纪约 所以说,自古以来 妾在中国的地位都是非常低贱的 一般来说,在家庭中 妻子和妾的责任都是自后丈夫 为其生儿育女 但是,妾在家庭之中的地位却是卑微的 很多关于家族的事宜,妾都无权参与 这样一来,妾就显得更像一个外人 哪怕自己亲生的孩子出生之后 也只能认正妻为亲娘,自己则为姨娘 还得称自己的儿女为少爷小姐 甚至于在李世朝鲜的时候 叔叔的子女更是需要把父亲 嫡母和嫡叔的兄弟姊妹视为主人是否 说到底,妾的身份就是奴隶 伺候丈夫生孩子的工具 不管丈夫如何打骂 哪怕是把自己卖了都只能认命 但是,正妻在家庭中却是可以随意使唤妾 而且是不可以冒犯正妻的 否则与冒犯丈夫同罪 直到中国近代 哪怕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 依旧承认那些的合法性 比如当时的袁世凯 自己就有一妻酒妾 在国民党的法律里 有这样的解释 那妾不属于婚姻 所以不等同于重婚 就是这样的法律依据 让很多人自无忌惮地娶妮太太进门 更是形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景 除此之外 更有一些地区将纳戒的多少 看成是一种财富权利的象征 互相攀比 放到现代社会来说 纳戒就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为 而且对于广大女性来说 也是极其不公平的 试想一下 再不代有多少女性的一生 都毁在了这种封解制度之下 最终这种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现象 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彻底灭亡